今天准备刚才我们这四位的见证 羡慕不羡慕 是不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人生 从我是一个忧虑的人 我是一个压力的人 到我是一个喜乐的人 我是可以一个祷告的人 我们现在这样 我们再来欢迎一下 这个福音朋友们 让福音朋友们 能不能请你们站出来一下 你们站着 我要让你们问自己一个问题 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是谁 你能回答吧 我是谁 你请坐下 这个问题好像是简单 但是要回答也是不容易 我是谁 你怎么定义你自己 有些人就说我用外在的 好像是最好的成就 来定义我自己 哇 我刚才弟兄讲 我高考很好 我能够出国 我能够玩游戏 来定义自己 有些人说 哎呀 我很有钱 哇 我有房子 我用知识 我有地位 来定义我自己 但是 我们也知道 很多时候 这些事情是很危险的 我们有一个姊妹 她见证说 她在很多地方有房子 但是她说 她就是没有家 有一个企业家也说 她说 哇 有一次她开车 送她的儿子 到最好的技术学校去 她就和她儿子讲 你看儿子啊 妈妈多爱你 花这么多钱 送你到最好的技术学校 儿子说 妈妈 我非常谢谢你 等你年纪大了以后 我送你到最好的养老院 所以说 你的命的根基 如果是在钱上面 是非常危险的 你说 那我有权 不就更好吗 那你想象 中国大陆 现在有权的 进去的很多啊 那你说 我有学问 那有老师 肯定比学生 有学问吧 老师不一定 被学生幸福啊 是不是啊 主耶稣啊 所以 有一个姊妹啊 她说啊 我读这句话给你听啊 她是在 这就以前她说啊 我仿佛拥有一切 能追求的 也都得到了 然而心里 还是无尽的虚空 之后普通的好朋友 没有信仰的好朋友 去说 他们一定是无法理解的 什么都有了 还缺什么呢 所以圣经 也早就看出 人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啊 这些是 朴风 朱影 你外面的 你想把它 作为立命的根基 就像风 一吹就没了 就像影子 你靠 也靠不住 那有人就说 好 那我不用外面的东西 来定义我自己 那用我里面的东西 来定义我自己 我很有爱 我很有同情心 哇 我很有能力 这些东西 用内在的一种 很好的一种心理素责 来定义你自己 恭喜你 你是比这前面的呢 是更进步了 但是呢 也是有它的危险性 危险在哪里呢 危险就是说啊 我们的内在的状态啊 分成三个部分 一个就是你的意愿 你说哎呀 我要爱这个意愿 还有呢 说你爱的能力 还有呢 就是最后的结果 那么我想问你一句话 很多时候啊 我们都想爱 我们的亲人 爱我们的父母 爱我们的孩子 爱我们的配偶 但是呢 你是不是经常有发火 到一个程度啊 爱已渐渐地用尽了 爱的能力呢 你逐渐枯干了 你也许很有能力读书 也许很有能力经营企业 但是你没有办法 控制你的情绪 你没有办法 来控制你的 飘荡的心思 很多事情 你做了决定要做的 但是呢 你也不能够坚持下去 有些事情 你坚定不做的 但渐渐渐渐的 你也开始做了 这个时候啊 你就知道 我们内在的状态呢 很难靠得住 比如我们简单地 来做一个调查 你没有向你父母 向你孩子发过火的 你举个手 你的心思从来没有 飘荡过的 请举个手 没有胡思乱想过的 请举手 你妈要杀过谎的 你请举手 所以你有很强的 做好的意愿 如果圣经上是这么说 罗马书七章说啊 按照我内里的人啊 我是喜欢神的律 就是要做好的律的 但是问题就是没有能力 而且圣经上说 不但是你没有能力 这是你做不出来的 你经常发火的 你胡思乱想的 你撒谎的 在圣经上说 这是罪啊 所以我不但是一个空虚的人 我不但是外面 靠不住任何 外在的成就的人 我甚至还是一个罪人 圣经上还说 是一个天然的人 刚才我们有做见证 你可以看到 哇 很多时候 不但靠不住 那我怎么办呢 我就想 哇 我就把自己就包裹起来 我内在的那个苦痛 内在的那个乏力 我就把它包裹起来 我上个星期刚从日本回来 发现日本人啊 确实是包裹自己的大王 他们可以把他的传统 把他的文化 把礼仪 把自己包裹出来 其实中国人也是这样 到一个程度 你的配偶 哇 你的父母 你的孩子 你的亲人 都不知道你是谁 到最后你也不知道是谁了 为什么 又包裹 里面就越黑暗 没有光可以进来 又包裹 你里面就越恐惧 你就怕人知道你的自己 哦 主耶稣啊 那在这个时候 那什么是解决方案呢 圣经上讲啊 这就是讲啊 所以说啊 我是个苦恼的人 谁要救我呢 而且不但我是个苦恼的人 这第二点还说 我是一个何等苦恼的人 哇 我们正是需要神的怜悯 因为我们是无能的 是软弱的 是苦恼的 那解决方案在哪里 我跟你讲 解决方案不在自私里 也不在宗教里 也不在哲学里 这些都是骗人的 那解决方案在哪里啊 因为我们爱的能力啊 渐渐的枯干 哇 我们思维的能力 也渐渐的将郎才净 也渐渐的枯干 所以我们需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 源源不断的源头啊 最后还能够装到我这里 我在学习的时候 源头在我的里面 哇 我和我孩子在一起的时候 源头在我的里面 哇 我和我客户在一起的时候 源头在我的里面 时时刻刻 这源头 涌流 你所需要的 你需要爱 他涌流爱给你 你需要能力 他涌流能力给你 你需要光 他照说光给你 你需要智慧 他就是智慧 你需要喜乐 他就是喜乐 哇 这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而且呢 还是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案 为什么讲彻底呢 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节 第四小点 第一大点的第四小点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石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这个彻底就在于 我们把我们这个苦恼的人 把这个虚空的人 把这个罪人 把这个天论的人呢 就定在了石字架上了 中国人说就是搞死了 定死了 赞美主 但是呢我们又复活了 第二个我是我复活了 复活以后什么心情呢 基督就活在我里面了 这个基督就是那远远不断的源头 是永不干渴的活泉 你需要什么 他就永留给你什么的那一位 这是一个完满的解决方案 而且不但如此 它是又彻底 而且呢 它还是很实在的一个解决方案 实在在哪里呢 一方面我内在的基督 人家说 哎呦 我看不见 但是呢 实在在于说 我们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信主以后 都成了我们神家里的亲人了 弟兄姊妹 我们和旁边的福音朋友握个手 告诉他说 我可以成为你的亲人 可不可以握个手啊 拥抱一下就最好了 因为我们都是有神生命的人 有了神的生命 我们都是亲兄弟 亲姊妹 而且圣经上还说 我们还成了基督身体上的自己 中国人说 情同手足 我们就是手足啊 哈勒路亚 我们不但有这个照会生活 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还有每年 有各种的旅行的相调啊 暑假还有这个青少年的 暑期真理训练啊 还有下个星期 下下个星期的 暑假训练 哇不管你到哪里 在全地 都有我们的弟兄姊妹 我们就是在神的大家庭里 有一首诗歌怎么说 遇见你们 我才知道 我的产业竟是如此的丰盛 弟兄姊妹 如同银采为老 我正满足 活在幸福之中啊 所以这个解决方案 内在的基督做了我们的源头 同时呢 我的苦恼的人 彻底的定死在设置架上 外在的 有这么多弟兄姊妹 神家的亲人 充满全地 这正是一个完满的人生啊 这个时候 如果你再问这个问题 说我是谁 你怎么回答 我是有神的人 我是源头在我里面的人 我在全地都有神的亲人的人 这样的好不好啊 赞美主 好 我现在请这个福音朋友站起来 我为你们祝福 让你们有这样一个完满的人生 好吧 请你们都站起来 我们来祝福你们啊 哦 主耶稿 主啊 这些朋友们都站在你的面前 哦 主耶稿啊 你怜悯他们 他们是一个苦恼的人 是没有神的人 是有压力的人 里面是有忧虑的人 主耶稿啊 今天你正式把他们做成一个 你进到他里面的人 从今往后他们可以说 我是有神的人 我的人生是完满的人 在全地都有亲朋好友 弟兄姊妹的人 主耶稿拯救他们